外而内,就是说由左到右,反正就是这样子,然后再把它排整齐,配合格式里面对齐,还有调整大小等等的 那最后就是做完这上面的东西,然后呢,最后记得把上面的名称稍微改一下 那我的上面的名称,请你对照一下,就是说这上面我好像有给各位一个 一个上面的图,上面有名称,那请各位尽可能的照我那上面的名称去修改,比如说上面这个叫CMB,CMB就是COMBO,COMBOA,那文字的话就是TST开头,那ABCDE,旁边的话呢也是ABCDE,是CMDABCDE,OK,那我就分别参考这个里面的名称,比如说原来叫COMBO1,你就改成CMB, A,大写A,OK,Enter一下 好,那分别把这些名称,一个一个的做修改,因为我刚刚已经修改过了,把它改一下 那为什么需要修改,因为将来程式,我写的范例程式的名称,都是用这个当名称,所以如果你的名称跟我不一样 你贴上去会不能执行,因为名称不同,他会找不到,OK 基本上的话呢,就是要会改一下,那再来,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需求,就是把它启动,它启动不外乎就是执行 这样就启动了,那或者是说启动,我前面好像有讲过就是,在那个我们的模组里面,写一个启动表单 再增加一个按钮,你把它按下去,也可以启动表单,OK,这边应该没问题了,那再来就是说呢,启动之后的要下拉清单,那加在哪里呢,基本上是加在这个表单点两下 加在这个事件里面叫Adivate,那这个Adivate里面就是什么,帮我在原件这个下拉跟这个下拉,有没有,品名跟地区 帮我把什么呢,清单里面的这一个,这一个放进去,那未来也许这个品名会增加,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能够增加的话,最好是用活的,就是自动加上去 那如果是固定的话,我好像在那个,就云端上面有放,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们直接来参考,就是放在下方这边 这几个,但是我前面有单引号掉,为什么,因为这个有单引号,表示是注解,然后就是如果是固定的写法是这样的,就是用什么呢 把它取消这个注解,取消注解是这个,把它还原,因为这个是加注解,这个是取消,OK 好,那就是在CMBA里面加这几种,因为我们在清单里面查出来五种嘛,地区的话呢,刚好也有四种 那这个执行起来之后,你会发现,下拉清单里面就有了,下拉清单里面有,但是这种写法是固定的,也就是说以后呢,如果你的品名增加的话,它不会跟着增加 OK,所以如果说你要把它写成非固定的话,那你可以怎么做呢,可以当启动的时候去清单里面的A栏,把它全部 有没有,找找找看,A栏里面有没有,这A栏的这下面全部帮我载进来,那写法就不是这样子,怎么转写啊,你可以把这个注解掉,这个我是把它当参考,OK 那第二种写法是跑回圈,那跑一个回圈的话,基本上就是这样,第一个,先切到清单这个工作表,所以有个SHITS清单,DASLATER 然后做什么事呢,去A栏底下侦测一下最下面的那一列是哪一列,然后呢,去把A栏里面的,有没有,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,通通加到A的这个里面,后面有个方法叫ADITEM,把它加进来 那一样的方法,这个,就是地区也是一样,C栏,去C2底下去追,把它C栏的东西,加在COMBO1里面,然后再切回到原来的工作表,所以就这个,Ctrl C一下,可以让把它,因为时间的关系,我就不一个个慢慢打了,那记得,这个是切到,所以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这边设中断点好了,让它启动一下, 那你会发现它会停在这里嘛,那它做什么呢,先把那个工作表先切到清单,这个工作表,也是切到这个工作表,然后做什么呢,把A2先向下侦测一下,看看那个最下面的这一列有几个,那到6,所以第二列到第6列,然后做什么呢,分别先把A2的,就是玩具,放到清单里, A3,A4,A5,A6,好了,没了,就跳了,再放什么,西兰的地区,有没有,那就是,先追踪一下,到底到2到,第二列到第几列,第五列,好,那就,C2,C3,C4,C5,没有了,这时候怎么,切回到哪一个呢,原始资料,VBA这个,有没有,这个名称, 那你用名称也可以啦,或者数字也可以啦,切回去,那如果说出现错误的话,大部分都是,因为这边有没有,有空格啦,所以有的时候切,切不过去,你这边加一个空格看看, 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,其实这个名称有没有,它有时候这个刮符里面,有不然的话,你就是把这里面的名称复制贴过来,不然就是要改,改一个那个什么,改一个,干净第二好了,也可以啦,第二个工作表,slate,OK,好,切过来了,好,结束,那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哦,这种写法是,结果一模一样, 但是,最大的差别是,如果你清单里面,假设要多卖一个东西,可能不只是书,杂志好了,也许再多一个杂志,假设你要多卖一个东西好了,等等的,那多一个杂志,那价钱的话是100块好了,OK,然后如果你地区又多一个, 东北中,稍微有一个C,OK,好,那就把一个C,假设你又多了,那如果你写成固定的话,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城市里面再改,可是如果你写成非固定的话,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,如果你非固定的话呢,假如你去执行它的话,你会发现哦,它这个清单里面哦, 那我看一下, 哦,因为有设中断点,所以这有时候中断点哦,你要注意一下,有设中断点,它会停在这里,干脆执行过好了,全部执行,好,全部执行哦,来看一下,有没有发现,杂志出现,OK,地区的话呢哦,哎,又多一个什么,C又出现了,那这种写法我比较推荐,因为呢,将来哦,如果说,你有资业,有新增,或者有修改的话,那这个方式呢,哎,它就会自动去更新哦, 啊,那其他的话,再打一个数量,那打一个,呃,那应该选完它之后要做什么,其实如果它,这个应该自动带出单价,有没有,然后它输入完数量之后,应该要自动带出什么,小记,啊,那最后我们按确定的话,我希望哦,它可以帮我怎么样,把这一笔记录,直接输入到,这个的最下面,并且怎么样, 怎么样,自动增加一个编,因为我们这边没有编号嘛,自动带一个编号,啊,编号怎么来比较快呢,那其实也许你可以把上面这个编号加1,再写到下面,或者其他方法都可以啦,OK,那请各位试一下,就是第一个,activate里面,怎么样去增加那个其他的项目部分,OK,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,试一下,